小女孩有个玩偶屋 她发现里面有个玩具人头 人头会自己占据玩偶的脑袋 等小女孩把她扔出玩偶屋 人头却变成真人一样的大小 女孩叫小美 父母送给她一栋玩偶屋 小女孩非常喜欢她 这天小美一放学 她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卧室 等她打开玩偶屋 小美发现玩偶屋里有个恐怖人头 她明明记得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而原本躺着睡觉的玩偶两夫妻 此时正坐在床上靠在一起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 另一个房间的玩偶小男孩 正盖着被子露出惊恐的表情 而楼下的宠物狗正警惕地望着前方 更诡异的是 原本在桌子上的人头 此时正掉落在地面上 看着这个恐怖玩偶人头 小美忍不住伸手触摸了一下 可是头上的血居然是真的 就在这时 楼下传来妈妈叫她出去吃饭的声音 小美警告玩偶们别动了 她关上了玩偶屋 晚上小美和妈妈吃完饭回家 她急切地返回自己房间 小美发现玩偶们的位置又变了 人头被放在了沙发上 而宠物狗则被关在了门外 小美寻找着小男孩 她发现小男孩正躲在角落 正害怕地望着那颗人头 等小美回过头 她发现玩具父母不见了 就连玩偶人头也消失在沙发上 于是小美在玩偶屋里寻找 发现她在一间卧室里 此时她正死死盯着小美 小美开始害怕了 她觉得玩偶屋闹鬼了 小美赶紧爬到床上抱着小熊 眼神却紧紧盯着玩偶屋 女孩的玩偶屋出现一颗玩具人头 她经常会变换自己的位置 玩偶屋一家人也被吓得 经常变换自己的位置 于是小美来到玩具店 购买了一个警察玩偶 等回到家打开玩偶屋 发现床上的人头又不见了 而此时玩偶一家正在吃晚饭 小美赶紧将警察放进了玩偶屋里 随后小美便下去吃晚饭了 等小美吃完饭回到卧室 她发现玩偶一家都在楼梯口 正惊恐地看着阁楼上 于是小美打开阁楼 她发现玩偶警察正在阁楼上 她举着枪正在寻找玩具人头 就在此时 爸爸突然出现在小美身边 她问玩偶警察在干什么呢 小美不想让爸爸知道真相 她说警察正在抓老鼠呢 于是爸爸让小美早点睡觉 等小美和爸爸说了晚安之后 她打着手电筒罩着阁楼 发现玩偶警察不见了 小美顺着楼梯往下看 她惊恐地发现玩偶警察已经没了脑袋 玩偶母子的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 而父亲正举枪瞄准着前方 小美举着手电筒到处寻找人头 发现人头正藏在卫生间的镜子里 小美警告人头 她赶紧钻进被窝里 然后举着手电筒罩了一夜 第二天小美又来到玩具店 她想要一个林郑英玩偶 可是老板说没有这个玩偶 小美只好买了一个印第安人 回到家后 小美立即把印第安人 放在了玩偶一家旁边 然后就跟父母一起看电视 可是小美的心思都放在了玩偶屋上 等父母睡着后 小美回到卧室查看 她发现玩偶一家正抬着头 玩偶屋里出现一颗带血的人头 为了赶走这颗诡异人头 女孩将印第安人放入玩偶屋 没过一会儿 印第安人就找到了人头 她举着斧头在房子里释法 随后小美发现印第安人 正将半个身体钻出窗户外 小美来到另一边查看 发现印第安人已经没了脑袋 小美赶紧去寻找玩偶一家 发现人头出现在他们身后 她赶紧大喊让他们小心点 母亲听见小美的喊叫声来到房间 小美假装自己做噩梦了 等母亲离开后 小美发现玩偶父母已经遇难 玩偶男孩不见了踪影 她举着手电筒到处寻找男孩 小美惊恐地发现 人头竟占据了男孩的身体 小美气得将人偶拿出玩偶屋 扯下脑袋就往地上扔 然后她惊恐地钻回了被窝 可是她又想起 不能让人头待在自己屋里 于是她又下床去寻找 终于在床底下找到了人头 更恐怖的是 人头竟变成了真人般大小 小美赶紧把人头塞回了玩具屋 她紧紧盯着玩偶屋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小美就叫父母将玩偶屋扔掉 父母亲也没有怀疑 以为小孩子喜新厌旧而已 殊不知小美的举动拯救了自己一家 然而画面一转 恐怖的人偶再一次占据了男孩的身体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玩具并不能替代父母的感情 我们要抽出时间陪伴孩子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